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每个人的发展都绕不过人际关系,人际关系既是我们的推力,也是我们的助力,拥有良好人际关系不仅能帮助我们事业更上一层楼,也能让我们收获最有价值的朋友。 而我们要想在人际关系中顺风顺水,坚持这五个原则,相信假以时日,你的人际关系将越来越好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古运学堂,做一个会拒绝的人。 之前公司里有一个同事,其中有一个男生,他就是一个不懂得拒绝的人,要面子。 羞涩,不懂拒绝,担心他拒绝别人后,会被周围的人孤立。 在这种想法与状态下,这个男同事一直都在被周围的同事们欺负。 明明不是他的任务,别人也要他帮忙做,并且周围的人变本加厉,根本就不给他拒绝的机会,把材料和文件甩在他的桌子上,剩下的一概不问。 而这个男生虽然很委屈,可还是没有勇气做出拒绝的回应。 在生活中,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,不敢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,担心自己的拒绝会引起对方的反感。 可你有没有想过? 你越是妥协,越是不敢拒绝,就越容易让对方变本加厉。 人都是这个样子,你的善意和妥协未必会激发他的感激,反而会激发他内心的恶意,让他对你做出更过分的事情。 你知道吗? 你没有原则的馈赠与施舍,在他们眼中会当成。 反正你都愿意帮别人,帮我一次怎么了? 你又不会吃亏。 他们把你的善良当成懦弱,把你的隐忍当成好欺负,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 当然,在人际交往中,一定要学会拒绝,不要总是做一个老好人,当你学会了拒绝。 在周围的人心目中,就重新树立了你的形象。 他们会明白你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。 大概就是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。 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。 人与人交往中,我们或许要深刻明白的是,人与人是有距离的。 心理学曾发现,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交流方式也有三种。 三种所对应距离与界限也是不同的。 人际关系中,交往有三个等级。 亲密关系、朋友关系、一般关系交往。 每个交往所对应的交往方式是不同的,我们中国古话也早就说过。 人际关系中,最忌讳的是交钱延伸的。 当你关系还没到那个境地的时候,你说得越多,对别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, 反而是一种精神负担,甚至有可能为自己埋下祸患的。 比如对不熟悉的同事抱怨,或者吐槽公司不合适之处, 有可能就会被人打小报告,最后影响自己的职业升迁。 而在亲密关系中,虽然可以深入交流。 但是我们也依然需要明白的是,不能替对方做出相应的决定。 尊重和信任是彼此最重要的界限。 同理在朋友关系中也是如此。 我们可以诉说彼此的烦恼并毫无障碍。 但是对于对方不想说的事情,不要强行深入。 这也会影响关系的深入。 社交三个等级告诉我们,人与人之间只有保持界限, 才会让关系处于一种自由的流动与友好相处。 自然你也不会因为人际关系界限处理不好, 惹来人际关系的困扰与麻烦。 改变不了别人之前先改变自己。 中国近现代大文豪鲁迅, 看到很多人在病痛的折磨中含恨离世。 他想如果能够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, 治病救人,也许人民的生活会好起来。 于是他飘洋过海远赴日本开始学医, 自从在纪录片课程中看到国人对于侵略的冷漠。 他决定弃义从文,拿起锋利的笔, 开始与侵略者做斗争。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,凡是愚弱的国民,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。 鲁迅发现学医并不能救救国家时, 他毅然决然弃义从文,先改变自己, 然后用笔唤醒了无数中国人。 在《杀死一只只羹鸟》这本书中, 汤姆·鲁宾逊被人诬告犯有强奸罪, 阿蒂克斯,芬奇因为要给黑人做辩护, 这一举动不被很多人理解, 包括他自己的孩子。 他的孩子和其他人一样都叫汤姆·鲁宾逊黑鬼。 但是阿蒂克斯,芬奇告诉自己的孩子, 这是不礼貌的行为, 我们无法改变其他人对汤姆·鲁宾逊的看法, 至少可以做到改变自己对他的看法。 陶渊明保读师叔想在官场实现自己的报复, 却发现官场险恶, 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境遇,改变自己。 他选择挂印词官, 在历史上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名。 大诗人李白想在官场大展宏图之志, 却屡屡碰壁, 后来他决定改变自己, 寄情山水, 游览名山大川。 他的诗歌被后人广泛流传, 司马迁因为费来横祸。 遭受攻刑, 他并没有被击垮, 他决定改变自己, 出狱后写成史记, 被誉为千古之绝唱, 无韵之离骚。 在人与人的相处中,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, 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和障碍, 你可能无法融入当下的环境, 也可能无法改变自己当下的境况。 与其让生活进入僵局, 不如学会改变自己, 也许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糟, 当你改变自己之后, 你会发现, 你在人群中更受欢迎。 关系再好, 也不会口无遮拦。 有些人, 总以为自己和朋友很熟悉了, 就能百无禁忌, 开一些过分的玩笑, 他们甚至将这种没有分寸的举动, 用来衡量自己和朋友的关系亲密度, 好像彼此之间的玩笑越过分, 就显得自己跟这个人关系越好, 事实并非如此, 心理学认为, 人与人之间有亲密界限, 哪怕彼此关系再好, 一旦触及对方这条线, 还是会惹人反感。 我的朋友小丽, 在这件事上就吃过亏, 她是个心知口快的姑娘, 但或许是太心知口快了, 有时就显得特别口无遮拦, 一次, 小丽和自己玩得好的朋友吃饭, 一位朋友跟大家讲自己的糗事。 小丽被逗笑了, 就条件反射地来了一句, 哈哈, 我们肯定不会像你这么脑残。 讲糗事的朋友当时脸就黑了, 人家分享自己的糗事, 本来就是为了活跃饭桌气氛, 结果小丽不过脑子地来了这么一下, 是个人心里都不舒服, 小丽只有连连道歉。 懂得分寸的人, 最会珍惜和自己关系好的人, 这种珍惜, 让他们已经习惯了注意自己的言行, 避免给自己在乎的人带来不悦, 他们心里永远都知道, 自己不是别人, 不知道别人的接受度怎样, 多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是对别人的尊重, 也是对这段关系的尊重。 学会赞美, 放大别人的优点, 弱化自己的长处。 举个例子, 小王买了一辆新车, 虽然才不到十万块钱, 但却是小王自己努力打拼了好几年, 才获得的礼物。 他十分热爱这辆车, 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, 小王有两个朋友, 一个是小刘, 一个是小李, 小刘对待小王买车的事情, 嗤之以鼻, 甚至说出嘲讽的话, 这么便宜的车, 有什么开心的? 我开着二十万的车, 也没有你这么没出息, 而小李对待小王的态度, 则是赞美和欣赏, 真棒, 我跟你这么年轻的时候, 可买不起这么好的车, 这车真不错, 喜欢就好。 对比之下, 小王会感激谁, 跟谁的关系, 会越走越近, 其实人际交往中, 最忌讳的事情就是, 无端打击别人的成绩和自信心, 无论你们关系多好, 如果你总是这种态度, 那么对方只会远离你, 而当你总是将赞美挂在嘴边, 学会发现对方的长处, 欣赏对方的优点, 放大对方的成绩, 你获得的, 是对方的感激, 是对方给你更多的赞美,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, 都是相互的, 在大多数情况下, 都是如此, 你给对方微笑, 对方也会回应给你微笑, 你给对方落井下石, 给对方冷漠相对, 那么对方也会还给你冷漠, 真正情商高的人, 往往会赞美别人, 而不会过度表现自己, 因为你的优秀, 你的长处, 别人自会发现, 王宝强导演的电影, 八角龙中热影, 他不止一次提起陈思诚, 说, 如果没有陈思诚的帮助, 就不会有这部电影, 其实在陈思诚帮过他之前, 他说, 已经被数位投资人拒绝了, 当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帮你, 只有对方迎难而上, 坚定地站在你这一边, 这样的恩情, 才更让人记忆深刻, 这样的感情, 才更珍贵, 当你成功的时候, 周围都是祝福你的人, 这叫锦上添花, 但这些人里, 谁是真心, 谁又是虚情假意,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, 当你坠入低谷, 遭遇很大的难题, 这个时候愿意站出来帮你的人, 才是雪中送炭, 任何关系, 需要的都是雪中送炭, 锦上添花, 不过是社交中的圆滑事故, 陌生人, 敌人, 朋友, 我们一生都离不开与他人交往, 对待他人的方式, 也决定了自己的格局。